楚國元帥公子則喝到爛醉如泥,楚貢王一連十次派人催促他都做不醒,元帥的徐從谷陽就沒辦法了,就哭了上來,哎呀,我一心想服侍好元帥,怎知這回被我害了元帥,誤了軍機大使, 哎呀,如果楚王知道,一定先殺了我,誤,谷陽就一邊哭,一邊對元帥扣了個頭,元帥,我對不起元帥了,講完呢,就直接偷走出軍營,就走了,楚貢王一連十次催促都沒見元帥禮, 就派個將軍直入元帥的軍營,一進到去,哎呀,整個形象都是燒酒尾,一見元帥伯在台上,咳咳,一聲在打鼻汗, 糟了,原帥,原來喝醉酒,那將軍就立刻回去報告給楚貢王知道,楚貢王就沒辦法了,只好就叫令運公子英齊來商議, 怎知道,這個令運英齊一向都跟公子則不當對的,這回呢,令運英齊就反對出兵,公子則就板著說要出兵,楚貢王呢,又派公子則為元帥, 所以,令運英齊只是統領左路大軍,就歸公子則來指揮,所以這個令運英齊心中就更加不服, 知道元帥,公子則喝醉酒,他就趁機對楚貢王說, 神早就說不要出兵了,這回出兵遭受這麼大挫折,都是元帥自己一意孤行, 現在搞到這樣的地步,元帥又沒有著緊,還顧著喝酒,喝到爛醉如泥, 吾曬大事,神也沒什麼辦法,不如就留夜撤退, 免著再受損失了,楚貢王呢,沒辦法,就只好準備撤退, 之後想到元帥公子則喝醉了,萬一被晉國逐了他去,那就不得了的吧, 楚貢王呢,就對養猶姬說,你留在那裏保護元帥,回回楚國,你千萬要小心, 元帥的性命就放在你手上了,吩咐完了,楚貢王就下令之刻退兵, 養猶姬就直入元帥中軍大將,見到公子則呢,還憤怒好像死了一樣, 養猶姬一想,哎呀,要等他睡醒,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現在就快天亮了, 到時進國大軍一攻過來,這樣就誤了大事的了, 養猶姬就立刻下令,將公子則扶上冰車, 這樣因為半夜三更撤退,道路崎嶇,冰車跑得快, 是這樣的,元帥就喝醉了酒,在車上就好容易掉下來的, 養猶姬就叫那些士兵,用棉皮就包著元帥,然後呢,用幾條皮帶,將元帥綁在冰車上面, 就立刻開動冰車撤退,到翌日天夢光,進國呢,果然上陣來挑戰, 看到沒有到動靜,一衝過來,哦,原來楚軍已經退走了, 就立刻追著來了,那時候呢,楚軍已經退了很遠,進國呢,就派前鋒,帶領快馬追著來, 只見那個養猶姬帶著三百名弓箭手壓著後陣,進國呢,追兵知道這位神箭手, 一戰就連進國的大將軍毅旗都射死,個個膽怯就沒有人敢追上來, 就是這樣,楚國這回呢,還算是安全撤退了,一口氣就走了五十里路, 元帥公子則那時候覺得厚渴,一尾叫人拿水來喝,咦? 咦?怎麼自己手腳都不能動呢? 瞪大眼一看,怎麼被人用皮帶綁住? 他就大聲喊,哪個斗膽綁住我? 左右就說,元帥喝醉酒,是楊將軍怕元帥坐車跌下去, 故此下令這樣做的,然後就七手八腳,快點解開皮帶, 胡公子則坐起來,這位元帥那時候還沒醒頭,醉眼懵鬆地問, 喂喂喂,現在去哪裡啊?元帥是回楚國的, 什麼?回楚國?哪個下令啊?元帥昨晚喝醉酒啊, 大王派人來催促元帥去見價,一年催了十次都不見元帥去, 故此大王怕進軍來到進攻,沒有人指揮,下令立刻頒師回國啊。 公子則一聽,公子則一聽,當堂走醒, 哎呀,這回我誤了大事啊,偏偏這時候喝醉酒, 哎呀,我怎麼對得住大王啊? 啊,這位身經百戰的元帥,憂慚愧又痛心, 在兵車上放聲痛哭,那楚共王呢? 拜領著楚國的兵將,一口氣撤退了二百里路, 戰爭安全脫離險境, 楚共王定溫辰下來,下令安迎集債來休息一下, 突然想,糟了,元帥公子則,很硬頸啊, 萬一知道自己酒醉誤事,他會自殺的啊。 楚共王就立刻派個將軍去見元帥, 就對公子則說,大王說上一次, 楚國在城伯大戰打敗了, 因為國軍沒有在軍中,故此由元帥成德臣赴戰敗之詐, 今天這場仗打敗,是大王親自指揮的, 一切由大王承擔,與元帥無關, 公子則聽到這麼說,知道是楚共王有心讓自己下台街的, 心中就十分感激, 那位靈魂英齊呢,他總是想靠害的, 而公子則死了自己大權獨立, 所以他偷偷地派人去探望公子則, 就對公子則說,楚國的國法, 戰敗者死,當年元帥成德臣已經有個先例了, 現在大王有心想保住元帥, 元帥是三軍統帥,元帥自機不守軍令, 以後怎麼面目指揮三軍呢, 楚國的軍法從此就不用執行了, 公子則聽到這麼說,長嘆一聲, 啊,靈魂說得對,我亦非是貪生怕死之人, 為了維護楚國軍法,所以大王有心, 我不敢領大王的情,說完就翻入後營, 戒下腰帶,吊頸自殺, 那位楚共王,一直都擔心著公子則, 怕他像成德臣那樣自殺, 所以雖然吩咐了個將軍去, 還是不太放心, 接著又派人去召公子則來想, 親自跟公子則說, 誰知道那時候公子則已經自殺斷了氣, 楚共王就十分傷心, 打敗一場仗, 又少了位元帥, 這一仗, 煙靈決戰, 楚俊兩國就互有損失, 但是比較想你, 楚國的損失呢, 就大得多了, 那算是打敗了啦, 現在, 盡楚相爭, 第三個回合, 楚國又敗咯, 那位元帥公子則, 本來也算是元明將, 因為喝酒過量, 害到楚國打了一場敗仗, 自己也自殺身亡, 唉, 那確是死得不值啦, 那楚國退兵翻車之後, 鄭國呢, 這回因為見到楚共王, 因為救自己, 連眼都被人打盲了, 王子又被人逐了, 元帥公子則, 自殺身亡, 楚國受這麼大損失, 所以心中就過意不去, 鄭國國軍親自帶領軍馬, 守住國土就不肯向進國投降, 那進國呢, 雖然說打勝仗, 趕走了楚國, 那些自己呢, 亦打到筋皮力卷, 而且大將毅旗呢, 亦都被養游姬射死了, 所以呢, 亦只好趁機收兵翻車, 那奴國和惠國呢, 亦各自收兵回朝, 楚國這一回輸了, 楚國的寧魂英齊呢, 他害死了元帥公子則, 心中歡喜嘛, 哈哈, 以後楚國朝中, 他可以獨攬大拳, 沒有人來跟他爭啦, 但是呢, 這個寧魂英齊呢, 亦沒有厲害得多久, 有人來找他報仇啦, 各位還記得嗎? 當年楚國有名的大夫, 無神, 因為迷戀美人下機, 兩個就私奔走去進國啊, 靈魂英齊呢, 就勸楚王, 將無神一族人都殺了, 他自己呢, 就吞佔了無神的財產, 無神呢, 就曾寫過封書信給寧魂英齊和公子則, 說無論如何要報仇, 說是這麼說的, 靈魂英齊呢, 是楚國的上國, 無神呢, 不過是個逃亡大夫, 那麼容易報仇嗎? 啊? 不是吧, 無神呢, 這回又不單止, 整死了靈魂英齊, 連楚國也被他搞到狼狽不堪, 連霸主地位也被他搞到鴨貢, 原來呢, 那個無神呢, 就走了去進國之後, 進國知道他是楚國有名的人才來的, 就封了他為大夫, 就賞賜一大片封地給他, 那無神呢, 一心恨楚國殺了他一族人, 就要報仇說恨, 他就向進國呢, 就獻上了一條計, 他說楚國附近呢, 有個小國叫做吾國, 一直都是楚國的屬國來的, 吾國和楚國的邊界都是連在一起, 吾國的國軍, 叫做壽蒙, 此人十分強悍, 勇猛善戰, 吾國呢, 現在開始逐漸強大了, 一心想擺脫楚國, 吾國呢, 因為國內很多江河, 故此呢, 兵士的水性十分好, 最善於打水戰的, 如果我們進國派人去拉攏吾國, 支持他反叛楚國, 那我們和吾國合起來, 一前一後, 前後夾攻, 那楚國啊, 不說維持霸業啊, 連自身都難保啊, 進國呢, 就採用了無臣的計謀, 就派無臣當事者去吾國, 無臣又說, 正是我去就不行的, 不如我帶一對兵車去, 去教吾國的軍事兵車戰法, 那到時吾國水上能征, 陸上能戰, 錯國就一定大吃虎頭疲於不命了, 那進國呢, 也都支持無臣這樣做, 就派無臣帶著一對兵車去吾國, 就教吾國的軍事兵車戰法, 和陸上進攻防守的打法, 吾國呢, 就學會了這一套陸上打法之後, 過然如虎添翼, 本來呢, 吾國啊, 只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四等小諸侯國來的, 一直都是屬楚國所管的, 年年都要向楚國進攻, 但是, 楚國呢, 就比中原的諸侯看不起他, 稱他為南蠻, 就說他文化落後, 只懂得打仗, 吾國呢, 比楚國更落後得多, 更沒有文化, 但是打仗來呢, 就比楚國更加難打, 那些士兵呢, 打仗來打大赤辣的, 將身體擦到五顏六色, 又披頭散髮的, 到衝鋒的, 現在呢, 吾國和進國來往, 進國是中原大國來的嘛, 那對提高吾國的文化呢, 當然起了很大作用了, 加上無臣呢, 就來到吾國, 訓練吾國的軍馬, 所以吾國呢, 就更加強大了, 那位國軍授夢呢, 就學足楚國那樣, 連諸侯的封號都不要了, 自稱為王, 不單止說不向楚國進攻, 反而輕兵攻打楚國的邊境, 那麼楚國就怎麼都猜不到, 吾國呢, 一下子變成這麼厲害的, 這回就後院起火了, 楚共王就馬上召見寧韻英齊, 來商議對策, 寧韻英齊就說, 吾國不過是楚國一個小小的屬國, 居然敢來侵犯楚國, 他的邊界跟我們楚國相連, 如果這一回被他得到甜頭, 好, 那以後我們楚國就國無寧日了, 不如臣就領兵去收復吾國吧, 楚共王呢, 就派寧韻英齊, 率領二萬精兵, 坐著戰船, 去進攻吾國, 誰知這回是打水戰, 吾國的軍事呢, 最屬行打水戰的嘛, 所以呢, 楚國的大軍呢, 就差點多全軍覆沒, 大敗議會, 上一回呢, 楚國元帥公子則打敗仗, 寧韻英齊就勸公子則自殺了, 他說打敗仗的統帥, 不死亡無面目見人, 這回呢, 輪到自己了, 各位寧韻英齊, 又生氣又醜, 那楚軍還沒回到京城, 英齊就在半路死了, 有些呢, 就說他是激死的, 有些說他是自殺的, 有些說他是病死的, 那怎麼死呢, 就不管了, 總之兵敗仗亡就是了, 這一回呢, 吾國一出兵, 就打贏了楚國, 吾國就越來越大膽了, 進國呢, 就乘機鼓勵他, 吾國呢, 就年年都出兵去打楚國邊界, 他兵力雖然不夠, 楚國多, 只一味爛打, 吾國的兵將呢, 騎馬又打得, 行船又打得, 真是碎鹿兩用的, 楚軍進, 他就退, 楚軍退, 他就進攻, 一堆的突然, 一堆的突然, 嘗試過一年之內, 打進楚國七次那麽多, 楚國呢, 真的被他搞到狼狽不堪, 後來楚共王死了, 他的兒子楚庚王接位, 那時候, 毛臣也已經死了, 毛臣的兒子, 叫做胡勇, 就留在吴国 吴国国军 就封了个胡荣 做承相 继续训练吴国的兵马 那位胡荣 比他的老爸更重要 他不单止自己来攻打楚国 他还将楚国 另一个小小的 胡荣国就拉过来 前后来夹攻楚国 他这么做 就连楚国的根基 都不怕熬了 楚王就害怕了 立刻派出大军 去平定叛乱 那时候 各位天下文明的神战手 杨犹基 已经很老了 他就要求他当前锋 楚国元帅 见到杨犹基这么老了 就劝着他说 将军年纪大了 现在不过去平定一个小小的 库庸国 不用点费力就可以打败他了 无需劳烦老将军亲自上阵 杨犹基就说 杨犹基就说 和吾国交兵,熟悉他的军情 故此愿意追随袁岁上阵,死而无怨 袁岁一听他说到他死意 当场就打了个凸 仰游姬见到袁岁那样就说 袁岁,我受先皇这么大的恩德 我一直都想以身报国 今天头发都白了,已经随随老去 再不让我上阵,我就已经时日无多了 将军战死沙场,还比老病死在床上好得多 袁岁,你千万不要误了我 袁岁见到他这么说,没办法 就只好派一位将军保护仰游姬 派仰游姬打前锋 去了一个地方叫做离城 前锋来报,说无神的儿子 已经是吴国的丞相胡勇 趁着带领军马来都认真 仰游姬一听就欢喜了 吴国是河流多,打水战就熟手 现在在陆地打仗,变成是我们对手 趁这个机会打败他,挫伤他的锐气 仰游姬亲自带头冲锋 这位天下第一的神战手 神战养叔 虽然连胡桑眼眉毛都白了 但是他在冰车上一手弯弓一手搭战 虹风不减当年 吴国的兵将见到他来就跑了 走遲点就捱他一战 坐过的军队就借着这道势一直弓过来 仰游姬远远见到吴国阵中一部冰车 冰车上边坐着的人面有点熟 就追上一看 哎呀,原来是无神的儿子胡勇 仰游姬就大声喊 你个无耻叛国之徒 你还有什么面目见我 你别走着,你来仇我一战 说完就弯弓搭战就准备射 谁知道说得没那么快 胡勇那部冰车好像一阵风那样 一下子走到无影无踪 仰游姬大气一惊 哎呀,以前吴国人只会打水箭 你听,原来驾驶冰车这么熟练的 哎呀,可惜我一时失算 我早点射箭就去杀了那个胡勇 胡勇啦,刚刚想指挥军马继续追上去 忽然间几十部吴国的冰车 四面八方围上你 原来那个胡勇早有准备 一心就要引仰游姬来追的 他就派定几百个江南出名的神战手 坐在几十部冰车上面 一见到仰游姬追到来 就立刻四面八方围上来 仰游姬就算是再聪明的射手啦 挂不敌众 这位春秋时代最出名的神射手 神战养叔 养一战 直至死于战下 那胡勇 见到楚国大军已经开到啦 战后硬打得不够楚国打的 就立刻退兵翻扯 楚国就乘机灭了叛乱的小富勇国 夜次楚康王虽然平定了附庸国的叛乱 但是呢 吴国呢就并没有受到几大损失嘛 楚康王无可奈何 就夹起来西方的秦国 一起来夹攻吴国 上日下子呢就灭了吴国他 免除后患 秦国国军呢就派自己的弟弟统领兵马 来和楚国一起去攻打吴国 谁知道吴国呢 谁知道吴国呢 早有所准备 那这回呢 那这回呢 楚国和秦国 都逐迷 立得投工 谁知道 楚国那位公子围 要欠工 他来抢人嘛 川丰树 就肯是不肯啦 哈 那位公子围呢 就似着自己是楚国大王的弟弟 他恶人先告葬 抢先一步 回来报给大王听 说川丰树对我无礼 把我的俘虏 郑国将军抢了去 刚刚那时呢 川丰树就压戒着郑国的俘虏来到领功 也都报给楚国大王听 说公子围来争抢俘虏 哈 两边就当堂咬起来